台切实木木板 木工师傅为日式建筑 门面施工装修 工班进驻剩下最后这个阶段 只要缴交尾款就能交屋 不过业主们砸大钱 为房子装潢 一定要学会这几个方法 自保不是难题 看看3D图搭配装潢材料 专业设计师用比对的方式 告诉业主 民宿的装修件才这样搭配 但是签约不只是 只有纸本签名盖章 还能这样做 我们会提供这个样品 让我们双方来签认 一份留给你 一份我们留地 到时候我们把它拼凑成一个 所谓这个建材板 材质板的时候 那到时候拿到这个材质板 我们一一来解释 国外网站买这个图库 来告诉业主 说这个就是我做的 那其实大部分都是图库网 一个设计师 他不可能做过所有不一样风格 或者说符合期待 的作品 一般而言房屋装修的款项 合约双方通常都会掌握 百分之三十三十三十 为款百分之十的原则 但如果把款项拆解成八个奇数付费 自然能够分摊风险 设计师同时提醒业主们 要掌握付费原则 因为免费的最贵也通常带有陷阱 如果只做工程而不需要设计的时候 记得直接找施工的工程公司 避免设计师分层包工 让装修品质出问题 这样子感觉起来 好像没有那么的人情化 但是正因为没有人情化 就不会有这些多余的想象空间 打开纸本契约 一个建案的装潢 除了主契约还有附件 至少超过四十页 业主们最好掌握合约内容 越详尽的原则 让不能时常兼工的房屋装修 没有后顾之忧 记者林云斌张军龙 在台中的采访报道